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它身上的话呢 也有一个地方先给各位提一下 驾驶舱的内部呢 是有一张贴纸的 记得先把贴纸贴好之后呢 再把图面部件给安装上去 作为一台装甲车呢 前方有两门的主炮 那上方的话呢 也有一个三门的这个炮 想到这种三门的大炮的话 我就会想到这个大和号 那这个三个大炮的话呢 本身都是可以单独移动的 那上半身并不能转动 没有履带 这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组装玩具 手感的话呢 还可以 但是这个部件啊 裙甲跟手臂的结合的话呢 稍微要推的比较漂亮一点 而且它的身体跟腿的 中间这一带呢 是没有组合的啊 完全就是靠这个地方 关节的紧实度 那也就凑合着吧 那造型就 就这么回事 那我们来把它还原成机器人的样子 首先脚底板这个部分给打开 这个呢 可以单手握住一个双手枪 或者是说你把它分开来 分开 然后的话呢 另外一侧这里把它给推下来 它变成两手的一个手枪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把手 脚的话呢 往上面翻上去 翻上去之后的话呢 把这个腿部的话呢 整个给拉直 这块部件往上推 这个部件挺爽的啊 然后呢脚底这个地方 是要拉出来的啊 对这个脚前 脚尖翻出来 然后裙甲跟手臂啊 这个地方这卡扣其实很浅了 而且也不是很好扣 然后呢 将裙甲顺势的给翻下来 那么呢 最后的话呢 是手臂从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零件扣住 把拳头给翻出来 这个插槽啊 稍微浅了一点 我们再把它给扣回去啊 然后这个地方 把它这个拳头给弄出来 哎 又爆甲了啊 这个直接给扣上去 好的 那么稍微旋转一下 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四肢 各位能看出 它身上的一个 很多的一个双重关节 好 这个就是它的 机器人的一个形态 我们把它给站稳 后面的这个主炮的部分呢 完全不需要去动啊 好 人物的身高的话呢 我们今天 新雪达超拿个尺来量好了 大概头顶高大概13公分 加上炮带13 如果只看今天的头领 大概12吧 那刚刚的这个武器 你就可以让它两手持枪了 那么 它也是有附带替换的 我刚刚手转错了是吧 OK 没好 它也是有替换的一个手掌的 但是我们今天就不做特别展示了 那么它的一个可动 头部左右转动 这个头雕有点意思啊 这个面雕还是比较漂亮的 手臂平举的话呢 这个地方先调高一点 这个地方再把它做一个调整 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平举 二头肌可以转动啊 容易掉下来 各位刚刚也见识到了 手肘超过90度 拳头因为可以替换 这样就可以转动的了啊 腰身也是可以转动的 裙甲可以往上翻 脚前后左右提 膝盖的话呢 变形的时候有需要嘛 所以就可以有一个 连反折都做得到 脚踝啊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接地啊 这有点出乎意料之外 那这个鞋尖比较容易 就不小心推进去了啊 就各位记得了 随时把它给拉出来就行了 那本身的话呢 就是一个OK 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比较精美的 大型和弯 大概也就是这么一样的一个水准 那就利用这一集呢 给各位做一个分享啊 那么我前几天给大家分享 那个钻头的那一个玩具的时候呢 好像有不少大陆朋友说 是不是在大陆不容易买到 还是怎么样啊 没有代理还是怎么回事啊 那没关系啊 就看看影片啊 顾过瘾也就可以了 今天的话呢 就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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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